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一年前所谓的刀削面发言 女精死成员明吉一直遭受了不分网友们的出证 酸民们批评明吉装自己是贵族 详细正义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而在1月16号明吉上传了道歉文 1月2号与粉丝们进行的直播中 我的说话方式和态度给观众们带来了不舒适 对可能感到惊艳和受伤的粉丝们表示歉意 我知道去年冬天关于我不知道刀削面是什么的言论 引起了什么反应 因为我挑食从来没有吃过刀削面 所以在思考刀削面的种类和味道时 我不知不觉的说出了刀削面是什么 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自言自语会引起误解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会平息下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我的判断相反 越来越多的话语缠绕着我 甚至我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被提及 被赋予了奇怪的误解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不断的无形中折磨着我 因此我出于沮丧的心情做出了解释 但因为我的不成熟态度而让人失望 我也在深刻反思中 并透过与周围人的对话 再次思考了我每一句话的责任 我会更加小心注意 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在明吉的道歉文后 一位记者发布了这样的新闻 与今此成员明吉 今日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 明吉在道歉文中提到 由于他挑食有很多食物没有吃过 包括刀削面 他知道那次节目之前都没有吃过 像麻辣汤和炒面这样的食物 很多也没吃过 他也提到节目中的态度 仅仅是对不了解的事情 表示不知道而已 只因为这个 这一年来一直嘲讽的黑粉们 真的很了不起 我知道他们想找毛病 但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抓住 所以就用刀削面批评了整整一年 仅仅一个刀削面 这是我20年新闻生涯中 最光妙的道歉声明 另一位著名主播 也转发明吉的道歉文后留言 冷静地想想 这真的是需要这样做的事情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疯了 用那个折磨了一整年 因为刀削面就这样对待一个孩子 脑残门该去医院了 自从提到刀削面以后 他们就一直在说刀削面 即使我不是名吉 光是看着这一切都感到非常疲惫 想象一下当事人名吉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那孩子忍了又忍 最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结果又用那个来找场 最终迫使他不得不道歉 这真的应该停止了 太令人厌恶了 上传道歉文的理由是刀削面 我只觉得明吉很可怜 他年轻又漂亮 是个成功的爱豆 而且很有魄力和聪明 所以才会有一些人对他嫉妒而针对他 虽然他本不该道歉 但既然已经道歉了 就当是踩到狗屎 希望他能拍拍身体站起来 然后继续前行 道歉做得很好 其实很多人本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现在知道了之后 大多数人的反应是 脑残门到底是折磨那个孩子多少了啊 在解释的时候态度不够专业 表现出傲慢和烦躁 这是错误的 所以当然应该道歉 不过这样想想 写道歉文也是不错的决定 酸民们过去一年 因为刀削面这种芝麻小事 骚扰了明吉 现在路人们也知道了 而且也道歉了 如果还有酸民用刀削面来挑剔的话 就等于是自己证明自己的智商了 对于明吉的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试错诀 一个人和两只狗 错了 是三只狗 来看看试错误 这次的照片 还是试错误 这次照片 是有点免得 drop的 对